在淡水地区中正东路二段25项这附近 根据里长说法 过去机车要往三支这个方向 就是因为道路空间不足 必须和汽车来征道 经常就有不少车祸事故一轮串的在发生 里长就表示 他已经将市议员蔡锦贤来乘行 希望可以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尽早改善这项交通问题 在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25项外头 这里从台北过来的车流 往三支方向与淡水方向将会进行分流 因此从陆幅看来是相当宽广 但从车道来看共有五线道 其中往淡水最靠内侧的两线道 中间往三支方向的两线道 另外还有机车通往地下引道的一线车道 但里长说过去机车要往三支方向 常常会因为空间不足 与汽车针道发生不少车祸 轻轨我们做好之后 因为它这个整个道路就是 往淡水跟往三支的方向 这个汽机车 这个汇流汇流的地方 然后它因为它这个设计 往三支方向剩下两线道 所以汽车跟机车一定要同时 要进入这个车道的时候 会发生 常常发生在这边常常发生车祸 里长说这个路口分流枢纽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从台北来的车流相当多 机车原本都在最外侧 但是遇到地下引道是往淡水方向 而要到三支方向则是得切换车道 加上往三支车道又特别狭窄 因此就会挤压到机车族的空间 就是机车它要切往 切往就是往三支的方向的时候 会跟汽车发生碰撞 就在前面这个路口 就机车引道跟那个 这个往三支这个方向这个地方 那边又发生碰撞 然后就是常常会有车祸 然后蔡议员有接获 蔡敏贤议员有接获 这民众的陈情 然后在最近的时间都安排会刊 然后来解决 那个找相关单位 就是我们的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的交通局 还有相关单位来看 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机车跟汽车 这个真道的这个现象 里长说这里对于机车族来说 是相当危险 许多汽车都会在这里切换 往淡水或者是三支方向车道 相对于机车而言 就只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 而里长也向市议员蔡敏贤来陈情 希望可以邀请相关单位来会刊 来改善交通问题 记者许端一带去赛访报道